老诗人郑勇军灭人满门 妻子被如母亲被打到瘫痪 忍无可忍提刀砍杀村霸全家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老诗人郑勇军提刀砍杀村霸全家 村民纷纷拍手称快 只因村霸一家七男霸女多年 实在是忍无可忍 傍晚 在浙江省离水市晋云县里 一个名叫周村的地方 曹家的大院里正灯火通明 一家男女老少 正其乐融融地坐在院子里吃饭 男人们推背幻展地吹着牛 女人们在一起叽叽喳喳地 闹着家常 大一点的孩子上了桌 小的孩子就跟着母亲 或者是院内嬉戏打闹 谁来看了都得说一句 这一大家子真是幸福 物极必反 货福相依 曹家人没有想到 这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次 家里人如此齐整地坐下来 一起吃饭 这时 家里的饮料喝完了 于是曹家人就提出 让家里最大的孩子去跑腿 曹家家里年轻一代最大的孩子 已经19岁 他借过钱刚走出大门口 正准备向着村头小卖部的方向去 却被两个黑影从身后偷袭 还没等他看清楚谁是谁 连声音都来不及发出 他的眼睛就已经永远地闭上了 这个19岁的无辜少年 只不过是这两个黑影今晚的钱菜 院子里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 都在自顾自地聊自己的 两个黑影走到近前 他们才发现来人是同村的 郑永军和丁凯亚 一个男人发现是谁之后 大概也知道了两人的来意 当即拍案而起 相当豪横地说 郑永军 这里是曹家 你少在这里撒 也说到最后一个词的时候 男人已经说不出话了 因为他的肚子上插着一把菜刀 郑永军手起刀落 等男人痛苦地蜷缩在地上之后 又补了一刀 今天你们曹家一个都别想跑 这下曹家人可算是知道了 郑永军和丁凯亚这两个人 今天就是来跟他们玩命的 俗话说 软得怕硬的 硬得怕横的 横得怕不要命的 曹家这平日里飞扬跋扈的村霸一家 今天可算是碰到了两个不要命的 一时间 本来和睦家庭的欢乐海洋 顷刻间变成了人间炼狱 郑永军和丁凯亚 接连又放倒了两个最近的成年男子 然后开始先是将 有些战力的男人全都砍伤 到了妇孺这边 就是几乎没遇到什么反抗 如同两人案板上的鱼肉 曹家院子里的呼救声 自然也惊动了周围的左邻右舍 他们纷纷探出头来想知道曹家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始至中没有一个人想到报警 后来警察来了 还是因为曹家人刚开始反应过来 两人要杀人的时候 没被选做第一目标的女人打的 可当警察赶到时 事情已经发生 报警的曹家女子也已经被乱刀砍死 两个犯罪嫌疑人已然逃之夭夭 现场只有刺鼻的血腥味和诸多受伤之人 逐渐微弱的呼救声 同村的郑永军和丁凯亚 提刀灭了曹家满门 事情的前因后果究竟是什么 郑永军灭同村曹家满门 原来是因为母亲和妻子双双受辱 这天 郑永军正在外地务工 烈日炎炎的天气 让本就出卖体力为生的工人们的心情 愈加烦躁 郑永军自然也不例外 此时的郑永军每天都在想着 等到了年底就可以拿着钱回家 跟家里人好好过年了 可以见到许久未见的母亲和妻子 还有成婚不久的小妹和妹夫一家 想到这里 郑永军的身体也不由得轻快起来 好似又有了努力干活的动力 正当他准备一鼓作气 一直干到中午时 裤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一下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郑永军连忙放下手上的活计 掏出手机 一看来电显示 是妹夫丁凯亚打来的 这会儿 郑永军心下正纳闷呢 平常给自己打电话的 不是老婆就是妹子 妹夫主动给自己打电话 还真是少见 不会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吧 郑永军心里咯噔一下 赶忙接通了电话 是凯亚呀 怎么了 大哥 你快抽个空回来吧 村头的曹家实在是欺人太甚 大姐和妈今天去跟他们理论 被曹家带人打了一顿 我一个人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丁凯亚跟连珠炮似的 生怕郑永军听不出来情况有多严重 他自己也是真的弃上心头 郑永军听完之后就知道 家里的母亲和妻子 平日里都是待人和善的脾性 现在丁凯亚都给自己打电话了 事情肯定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了 他立马找到公投 报备了一下 自己直接就搭时间最近的车回家了 时间来到傍晚六点多 郑永军火急火燎的 往家里的方向冲过去 走进家里的房子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边上又多了一栋房子 而且比他家高 距离又近 几乎能把他家的窗户位置都挡得死死的 走进院子 郑永军差点就被门口的恶臭熏晕过去 定睛一看 原来是两个粪桶打翻在了门口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郑永军心里的火焰在节节攀升 他回到家 一眼就看了躺在床上哀声连连的母亲 以及坐在一边 脸上还有好几处淤青的妻子 郑永军强压怒火 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不人 见他回来 妻子似乎找到了主心骨一般 抽气地将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 郑永军听完之后 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声 尤其是他还看到了小妹在厨房忙活 正做了点饭 等他回来吃 脸上 身上虽然没有妻子那么严重 但也是有几处明显的亲子 这时妹夫丁凯亚也进门 两人走出门外商议了一阵 没有通知家里人 抄起两把菜刀 就向着曹家的方向冲了过去 之后的事情就如同前文所说 郑永军 丁凯亚二人联手 几乎灭了曹家满门 郑永军见到家里的三个女人 受到不同程度的受到折辱 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火气 与妹夫丁凯亚一起冲向了曹家 那么曹家究竟做了什么 令人不齿的行径 左邻右舍听闻如此惨剧 却连一个报警的心思都没有呢 老师芭蕉的郑永军和丁凯亚 提刀灭了曹家满门 最终又未面临怎样的结局 曹家是当地有名的村霸 平日里一大家子 除了欺男霸女之外 对于上头政策给村子的补贴 向来也是多吃多战 后来曹家行事就越发的肆无忌惮 甚至到后来 强占土地 强奸独生妇女 凡是他们能想到的恶行 几乎是能干的都干了 当然也有人想着 去当地派出所举报 但是曹家人早就收买了 派出所里的基层民警 村里人告状无门 还被警察教训了一通 从此村里人对曹家 自然是敢怒不敢言 这次丁凯亚之所以忍不住 给郑永军打了电话 就是因为曹家人 强占了他家边上的土地 盖房子 在挡住他家窗户之后 郑家的老太太去理论 反而被曹家 泼了两个粪桶在门口 再加上曹家的大儿子 看郑永军的妻子 长相交好 选择了对他进行侵犯 这种种事情加在一起 才导致了郑永军的理智 彻底崩溃 选择了这条同归于尽的法子 当警察找到郑永军 和丁凯亚的时候 两人正在家里吃着饭 估计他们也打算跑 知道自己做了这样的事情 必定是死路一条 选择了在家里吃最后一顿饭 据统计事发当晚 曹家一共是八口人 十人当场死亡 其余幸存的八人身上 有不同程度刀伤 从他们的情况来看 显然是心有余悸 而郑永军和丁凯亚自不必说 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临行前 郑永军面对镜头说 我还是太冲动了 希望其他人不要学我 但如果让他再选择一次 他大概还是会提着刀冲过去拼命 因为在他的眼里 自己根本就没有选择 不去就等于将所有的心气 都寄托于虚无缥缈 从未见过的正义 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 郑永军灭门案这样的惨剧 做事前一定要想清楚后果 不要因为一时之气 而抛下了全家老小 自己遭受的苦难 最终折磨的 始终都是最担心自己的亲朋至爱 看完这段有关郑永军灭 曹家满门惨案的往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